好 优美的舞姿当然也少不了动人的歌声了 如果在七八零年代问到谁是首席的男偶像歌手呢 答案就是李建復了 李建復他有俊朗的外形 高亢的嗓音炉获无数少女的心 所红程度不下于现在的周杰伦 或者是他的主人王力宏 那么现在李建復在七月又要演唱了 我们先来温习一下他丧气回唱的歌曲 我的心也随风飞翔 我又听到熟悉的音响 一种温柔原始的奔放 一把牌宣伸在山谷回响 我的心也随之荡漾 燎浪高亢依旧 玉树临风如席 民歌时代王子李建復一开头 闻着墨布树耳聆听 他的演唱会当然一定少不了民歌 有 可是不能跟大家讲 其实当然有一部分 因为整个系列是民歌的系列 所以有一部分民歌 那有一部分是我跟一些好朋友合唱 那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喜欢唱的一些流行歌曲 对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他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说到流行歌曲 李建復其实一点都不陌生 他的表执 王力宏 可是流行乐界 头号才子 说这两人聊音乐 今年也在鸟巢 同台演唱 不过他这次选的流行歌曲 据说会有周董 周杰伦的作品 明歌跟后来的这个所谓比较流行的歌 你觉得在诠释上面也好 或者是说在传达的感觉上面也好 有带什么样的差异 我想最主要明歌那个时候 给人家的感觉是比较轻柔 比较就是 风花雪月的东西 那后来很多的流行歌 会比较结合现实的社会的东西 那我们这两个都会穿插的一起来唱 天上来的水 它绵延寂见灵 喜看那水游流 何处是尽头 天上来的水 它绵延寂见灵 倾听那浪涛声 回响在胸怀 身为第一代名歌手 李建福大学时期 就跟蔡琴苏白等人 投身音乐界 她的个人演唱会 会要谁同台呢 那好朋友的名单呢 有没有可以透露多少 要到现场来看比较好 那主要是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一个Acapella 就是没有伴奏的人生 和唱团的 跟我一起搭配来演出 从事民歌手后来转战企业界成了企业家 隔三十年再回舞台上 李建福在7月4号 要给歌迷们一个难忘的美声种下野 给歌迷们一个证据 给歌迷们一个证据